杭州亚运网球男双金牌战 中华队徐修益及装疾声碰上强敌印度队 结果中华队展现压制力 最后以6比4 6比4直落二 夺下台湾在亚运的男网双打手金 而中华队体操精灵丁华田 在平衡幕上旋转跳跃最后干净落地 全场观众爆出掌声 最终以13.300分拿下铜牌 成为第一位在亚运体操项目夺牌的中华女将 而这一次在亚运为中华队拿下柔道双金牌的 柔道男神杨永伟以及连真林 在周五晚间在狱归国 体育署特别前往机场大阵仗的迎接 杨永伟的家人也现身机场 另外台湾蝶王冠红在南辞200公尺蝶式决赛 游出1分54秒13的夹击夺下银牌 终结台湾在南勇亚运25年的奖牌荒 而在电竞英雄联盟决赛中 中华队与南韩对决好手建立上场 但是却无力回天 最后以0比2不敌南韩 拿下英雄联盟史上首面银牌 另外在射击10公尺空气手枪 女子团体赛中 中华队的吴嘉颖刘恒宇 以及余亚文合力获得铜牌 网球混双许一修张浩琴 也联手拿下铜牌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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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